叫招成員來到指定作戰區域 由排長下令讓班長帶著各小隊 進入敵軍陣營搜索 搜索到一半狀況發生 敵軍的飛機凌空經過 各隊伍立刻找掩護躲避 但接下來位在高地的敵軍又發動突襲 作戰中有人受傷 隊員立刻應變 將傷者拉到安全區域救傷 這是第五作戰區 上午進行的模擬訓練 三十名接受新智教招的招員 從軍營行軍到模擬地點 進行一連串的訓練 雖然大家都退伍了一段時間 但經過十幾天的訓練 成功完成任務 其中還有平常自己開店 第二次接到教招令的人 雖然新智的教招要連續實施十四天 將近半個月不能營業 但他還是決定入武受訓 我有感覺到目前台海比較緊張 對 所以我是覺得只要接到招令 大家免除一切的雜物 第五作戰區強調新智教招不但將時間 從七天拉長為十四天 訓練內容也更多樣 這次的模擬考驗部隊的應變能力 也能驗收較招訓練的成果 華盛行五連無一者SNG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